Yahoo 邹晓 even 邹晓 然後做了不少專案 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要講資料視覺話 我就從黑客廳開始講起好了 在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請郁醫次 我們去參加一個比賽 叫Yahoo Hi-Day 這是畫面上這四個會去參加 然後呢 那時候我本來要做一個什麼 電子商城的網路應用程式 不管啦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到一個廣告 是經濟動物推薦方案的廣告 大家可能聽過 他說什麼 很多事情正在加入進行中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覺得不太對 然後如果跟你講說啊什麼事情 只要跑斷腿 不如說碰水不如跑斷腿 打你就什麼都不用知道 我們做就對了 然後我們聽起來就不對了這樣 尤其是我們看到他這個影片 是告訴我們 最近正在加速來操作 因為這個影片 是七一秒化的四百五十萬 OK 所以呢 好 那我們就想說 拿不然我們來看這個農業預算花多少錢 然後我們就去中央政府的主機總處 繞這個Excel的表下來 OK 看到說主機總處有寫 各個科目名稱的 它的年度預算 本年度 上年度 跟前年度 它的數值是怎麼樣的比較 好 那證表其實還不容易看啊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要比一個 本年度 上年度就不容易了 你還要去比各個科別去比等等 那又沒有排序 Excel你要排序 你要自己去選一個選單 然後選出來排序之後 結果不一定是你要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做了一個這個介面 它叫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網站 RG.G01.TW 那就是作為這個比賽的題目 後來就當時要講 那這個網站 這是一個網站形式的呈現 它做了什麼事 它首先就是把資料視覺化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數據 一大堆的數據 我們先就用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出來 然後把左上角是一個泡泡圖 左下角是一個秒砍度 用不一樣的方式呈現 比方說泡泡圖 它可以是整個大圓 也可以變成分類的小圓 去做cluster 把不同的預算數字 cluster起來 用圈圈來表示預算大小 用顏色來表示它的變化 然後用編我們則是加一些互動功能 比方說你可以在這邊標記相關人士 比方說這個預算可能有人貪污 標記一下那個意思 或者是說你標記我覺得這個預算很糟 我要刪除它對不對 你也可以在臉書上面留言 針對這個預算留言 我們那時候做這個人是用網站 這個是整個總預算的大泡泡 然後左邊你可以看到一個連結 我們那時候做這個網站就是想說 我們把每一筆預算都標記一個網站網址 你可以直接貼這個網址給人家 人家可以看到這個預算 然後他就不用再去說 由你告訴他 你要去這個主題總出這個網站 某個頁面 裝某個eSale下來 然後eSale第幾行 這幾個難怪自己哪個數字去研究一下 不用 我們就貼這個網址給人家看 OK 所以這個情況就變成 第一個是視覺化容易呈現 第二個是 你容易等到的資料Reach Time 我只要有一個網址URi 我就給他告訴我說 這是什麼樣的資料 OK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降低了越路門檻 我們也降低了這個轉換的門檻 OK 那這件事情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想說要 大家一起想要繼續做嘛 因為幫助做這件事拿個小講 然後就吃個稍微美意識 因為我們後來想說 大家一起來做 把這件拿去辦黑客宗 然後 呈現一個分身發術的那種現象 你一個人砍術太慢 你就要分身一下 然後我們就辦了這個黑客宗的那種 大概唱的意思長叫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什麼就是一直吃啊 蛋啊 炸雞啊 披薩啊 牛肉啊 蝦捲 還有什麼 大腸面線 靠福 好不好意思太多了 OK 然後這次馬克報 OK 好 OK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在說 呃 基本上是用這個作為開頭 我們怎麼樣用視覺化的方式 讓大家得到資料 了解資料 那我可以從這個表格來開 開這件事情就是 大家光看這個表格 你可以看得出來以後有多少的漆嗎 你有辦法在一分鐘之內算出來嗎 我覺得這可能有點困難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它比較容易看到 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標記一下顏色 你這時候就很容易去數了 然後它裡頭有幾個漆 上面大概五個六個 十九個 十一個 然後十五個 大概有了十二個左右的漆 你很快就可以算出來 這就是視覺化的圍理 你一般的文字 我們光是用看的 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理解 可是當我們用視覺化的手法 我們用一些不一樣的呈現方式的時候 你可以讓資料變得很容易去閱讀 那像這樣 一頭來骨砸在一起的資料也是一樣 我們會想直接去看這個數據 那這個資料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是從那個 縣市中央政府某個網站 縣市級的統計資料 撈出來的那個數據 有包含1998年到2011年的 低收入戶來口述 緊耐救助金額 醫療不足金額等等的數據 同樣這東西很不容易閱讀 所以我們要試著把它視覺化出來 讓它更容易去看 那我們試著撈了其中兩個欄位 第一個是台北市的失業率 跟低收入不能口述 我們想要做比照 一樣這是一個表格 然後一兩盤來的數字 並不容易直接去看 你可以看這個表格的話 你可以看到左邊是失業率 大概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從2.6一直升到大概5.8 降到4.2 你可以看到好像一個趨勢 但是你不容易理解 同樣的是右邊 右邊是低收入不能口述 從1萬7一直飆到大概 4萬多 3萬多 就沒有再下降 OK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怎麼呈現 我們可以用一個 叫Connective Scale Plot的方式來做 你看這張圖就是一個二維的圖 含軸是什麼是斜与 縱軸是低收入不能口述 然後我把每一個年份的時間率 跟低收入不能口述 都把它標在這個圖上 然後按照年份排序之後 連結起來 那會怎麼樣 可以看到1998年在左下角 這時候線我們在用政黨 執政黨顏色來畫一下 所以綠色就是民進黨執政 藍色就是民進黨執政 紅色我們先不管它 那兩千年前的線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講完故事 從1998年到2000年年 終於開始由民進黨執政之後 時間率就暴衝到2005年 升到將近10.8 這時候低收入 人口數大概在這邊 這時候 到2013年沒有再提升啊 為什麼 可能是那時候執政黨做了什麼事 比方說開了很多職缺 那職缺薪水都很低 使得那些人開始就業了 可是他們變成低收入不能口 這件事一直到2014年 還是一直在成長 可是事業率開始下降 這個修正有用嗎 這時候政黨輪替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講2005年 專方開始改善 2006、2007、2008又開始政黨輪替 之後呢 這個國民黨一上來 這個時間率就暴增到 2009年這邊 已經爆表了 差不多要出去了 然後2009年之後 可能又開始做一些什麼事情 逐漸地去修正這件事情 當然我現在描述的這個東西是說 我們可以用一個視覺化的手法 光是一張這樣的一個線圖 我們就把剛剛那個Bowin的數字 變成一個可以這樣講故事的圖表 但是這個圖表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 它不一定正確 我等一下會講這件事情 先跳過 OK 那像這樣圖表起來很多 這個例子是另外一個方式來呈現 失業相關的數據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線上的電話 然後出來了 OK 它呈現什麼東西 是歷年來的失業原因的一個數據 那失業原因我們可以把它畫成一個圓比 然後用百分比方式來呈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這邊有一個PyChart 然後呢 橘色這一塊是觸次群值 左邊這個粉紅色是不滿 右下角這個是裁員倒閉 大概有這幾類的原因是他們會失業了 那個某些人在某個年度失業的原因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讓他一一去顯示 然後他就會跑很快 從1978年開始 然後這時候呢 初次群值主要失業的原因 大概7月8月的時候 畢業了 畢業是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不是找不到工作 是畢業就沒有工作 但是可以找不到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 初次群值的這個PyChart 然後變大 然後漸漸變小 然後開始找到工作 然後又變大 然後又變小 然後這時候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不滿 你可以看到說很多人會換工作 會失業是因為他們對上一個工作不滿 OK 可是在這個時候 你會漸漸的開始發現 大概是到1997、1998年的時候呢 右下角那塊的柴員倒閉 逐漸的變大 1999年你可以看到越來越大 2000年那時候是 2003、2004、2005 2006、2007、2008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金融海嘯 你看到那個話就更好 整個PyChart 就佔了一半的原因 是災運倒閉 這一樣是利用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資料 我配合一個故事的方式敘述給大家聽 我們不是直接看一個Boring的數字 用一個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 OK 那我們繼續下一頁 其實還有很多類似的圖表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來看 像這是一個叫做 國科會補助金額變化圖 一樣它是用一個號號來表示 國科會計畫的補助金額 然後變化是年份的變化 我把這樣圖分成左右兩邊 左邊是冷設系的代表金額變少 右邊是暖設系的代表金額更多 那高低代表它的變化比例 越上面就代表它的變化比例越高 比方說這個可能去年跟今年差了大概100% 這可能只差了10% OK 那它是一個泡泡譜 然後也是一個會隨時間變化的度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demo OK 然後這個泡泡就出來了 所以泡泡開始出來第一次 然後下一年份你可以看到開始有一些變化 像清華大學它已經下來 清華大學相當大 然後呢它一直維持在這邊 可能畫面外面還有一些東西 一直看不到 然後上面像這個行政會 國家科學我也不會 我們就國科會把它跑上來 代表它增加的比例比較高 那大部分人都集中在下面 代表說他們歷年來的補助案的金額 我說的就是像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學校老師會申請國科會的那個補助計畫 但那個金額數字並沒有差得多 那這一個大學就是我把所有整個大學 哪個老師它的補助金額加起來的結果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像是大概在 89到90年應該是下一年吧 所有的數字都往左邊裡 你就可以看到說基本上 全國它的補助金額都減少了 這是一個用視覺化的方式 我們去了解到一個訊號 一個變化的狀況的那個例子 OK 然後像這邊有另外一個例子是 就是視覺化台北捷運各站的出站的幅圖 它是用每一個捷運站出站多少人 用那個數字來表示圈圈的大小 順便用顏色也同樣表示一樣的東西 所以紅色就是一個很多人出站的地方 那就是台北車站 我們同樣也來看一下這例子 因為它也是那個動態的 OK 這邊右邊有region 就是告訴你說這個圈圈是10萬 這個圈圈是210萬 OK 然後現在是從民國89年開始 你可以看到說藍線長出來 台北車站人數很多 喔 這邊國父經營館之後也通了 然後大概在 我們拉一下好了 大概在90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中校動畫陣就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那裡颱風 颱風是一個路在那邊斷掉 我們繼續拉 你可以看到說越來越多線跑出來 然後那個台北車站那個東西 越來越紅越來越大 到這邊那個板橋線後面也出來了 然後到這邊染車打好了 然後那個木柵線也出去了 然後那個局線也開通了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手法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資訊 然後這個時間變遷的捷運的延伸圖 也可以看到一些事件的發生 還有它們流量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台北車站人數一直都在成長 它並沒有因為更多的捷運線而開通而造成疏導效果 因為大家都要去那邊 OK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例子 是利用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 立委都執選了什麼東西 主要是這樣 因為每個地區都會選立委 那你可能不知道立委在關心什麼東西 那你要去查 你又麻煩因為你要去看公報等等的 那沒關係 我們做了一個網站 可以讓你直接在線上去看 那這只是一個圖形 你看這邊沒有到完整的資料進去 但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比方說我們現在這是一個叫做close delta的介面 你可以用不一樣的選項去問於你要看的立委 比方說我們今天關心的是羅蘇雷 點他一下 這個羅蘇雷是在台北市的國民黨立委 然後他關心的主題類別 還有關鍵字有這些 可以看到他關心食品管理 關心交通行政 這是一個用Tech World Cloud的方式來呈現數據 然後越大的字在把它關心越多次 他有食品安全 然後他很初衷吃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像另外一個立委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個立委可以玩 武黨籍 現在沒有 我找找看 我本來想要找那個年輕标 其實我不知道在哪裡 不管了 這個工具就是可以讓你用這樣的方式去看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看的是女性立委 男性好男性的立委 點他一下 就會剩下男性的立委 然後呢 像是民進黨立委 你可以看到他比較集中在南部 高雄市就有這些人 然後他們質詢多少次 相關的主題是什麼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一個比較活用視覺化跟網頁互動式媒體的方式的一個界面 去快速找到你要看的東西 OK 那我剛剛講了那麼多東西說 我們怎麼樣利用視覺化去做畫一個東西出來 那講到這件事就是視覺化或是資訊呈現 資訊圖表這件事 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下這兩張圖 這是什麼圖 這是大概在1980年的時候 有一個時代雜誌有一個插畫家 他畫了一張圖 那是什麼圖 他在表示說那個鑽石的價格在那幾年的走勢 基本上就是右邊這樣的線圖 這可能是我們做工程師最容易想說 那我就這樣畫的圖 那可是他那時候覺得那樣太無趣 他就做了另外一個變形 他利用一個女性他的大腿的曲線來描繪這條曲線 你可以看到說他在那條線上畫了一個女生 穿絲襪把腳抬起來 然後標題就寫說 Live is your girl as a friend 那這張圖他本身可以讓使用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說我看到張圖可能就會記住 這個概念張圖這樣 但是其實那時候有另外一位教授 叫Edward的教授 他就提出了另外一個概念說 我們要做圖表的時候呢 我們要注重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data integration 就是說你使用的墨水的比例 第一個就是包含所有整個圖表 他用的墨水比例 然後去組上這個圖表裡面 用來寫文字 用來畫資料的這個墨水比例 這個比例越高他覺得越好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張圖上面這張圖其實 左邊那個比例應該就相當低嘛 那右邊這個應該就相當高 因為他所有的墨水都用在畫那個資料上面 可是這樣的概念對吧 因為實際上我們看插畫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什麼東西 後來就有人做了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像那樣的圖表是不是垃圾 是不是所謂的垃圾圖表 這樣的研究就是說 在這個應該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一所大學做這樣的研究 他去把剛剛那個插畫家過去做的十幾張 大約十四張的插畫 統統拿出來 然後做了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單純的所謂的那個高墨水比的這個圖 然後做了十四張對比 然後請了數十位的受試者來 然後一個一個給他們看 隨機會出現說 也許有些圖是左邊 有些圖是右邊 請他們看這個圖之後呢 然後就做實驗 接下來就是隔了大概幾分鐘之後 請他們做回憶內容的實驗 然後再過了幾週之後再做一次這樣的實驗 然後就發現 在你看左邊的圖的時候 就是那個插畫架圖的時候 在不管是在長期或是短期的記憶 對這個圖的印象你都會比較深刻 反而是單純只看那個曲線的那個圖的時候呢 你的印象比較不會那麼深刻 所以這件事就代表了什麼 基本上我們在看圖表的時候 你光是看簡單的曲線 其實並不會讓你記得更清楚 反而是如果你有適當的裝飾 或者是做更清楚的圖像畫呈現的時候呢 你會對這個圖表有比較深刻的印象 OK 所以像這樣的例子就是在 我們實際上在做一些媒體行銷的時候 有碰過的 比方說像這一張圖 這是一個保保圖 然後我們排過去的保保圖 然後也照他的大腦畫上的顏色 OK 那它呈現什麼數據 就是呈現全台灣各鄉鎮的平均單價 那個房屋的平均單價 那這個數據是從實價登錄來的 OK 那我們簡單的 原本可能就只是說你可以用一個表格去列 比如說什麼南港區49萬 然後中正區71萬 然後排序這樣一個表格畫下來這樣 可是我們選擇使用視覺化的手法 用一個泡泡 比較精美的方式的呈現去畫一張圖 他說獲得 我們那時候貼在粉絲盤中 就可以看到說獲得了 相信365個人按讚 然後589個分享 分享比按讚的人還要多 這時候這個粉絲盤大概只有100個補師而已 然後過幾天它就成長到1000多人去了這樣 那像這樣的圖表 它的效果就會比原本單純的那樣子的 簡單的格式的圖表效果還要好 那之後我們也做過陸續做過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是說它只是一個一般的常常圖圖 但是我們仍然做一些裝飾 包括標示了那個名次 然後做了顏色的區別這樣子 那這個圖表是在做房價跟房租比例的一個圖表 那一樣的也是獲得蠻不錯的效果 那當然其實光是一般的視覺化 可能不會達到那麼好效果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一個插畫型的視覺化 跟一個單純的圖表 那種高墨水筆的圖表 實際效果是會有差距的 就像現在左邊的那樣圖 它只是一個單純的原理圖 而且它並沒有特別的設計 也許就是用一個很花效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它的效果就沒有很好 大概只有二十幾個人按讚 而且並沒有人分享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隔了一年又做了新的一年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跟剛剛的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一樣也是獲得了相當多的分享 所以代表這件事情是經過了一年的驗證 仍然又重複了一次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這張圖是在那個粉絲團 我們把那張圖貼到粉絲團之後 在右邊有兩個數字 這邊是按讚的數量 然後這邊則是那個觸及的人數 就是有看到這篇貼文的人 你可以看到我們一般的貼文 大概就兩百兩百三百這樣 這邊是十萬 大概是差了五百倍吧 所以這個效果非常的差異非常大 那同樣的概念 我們其實不光只是說視覺化有那個意義在 其實視覺化的內容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講的是一個比較乾的議題 就是鄉鎮的平均房價 我們從政府實驗的路撈資料下來 可是像這邊這個則是另外一個 只是反其道而行 而不是說我們光注重視覺化 而是注重的另外一個點 你可以看到說這邊有張圖是大家在看 在幹嘛交人稅嗎 去年大概八月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 流星到台灣來 就是冰桶挑戰這個事情 冰桶挑戰是國外有朋友 為了讓大家也體驗到建東人的生活 所以就發起這個活動 你要嘛就是交個冰桶 要嘛就是指定三個人 也做這個冰桶挑戰 那時候我就被指定到 我有朋友他交完冰桶之後 就說柯比那今天換你來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知道這個冰桶也沒意思 交完就沒了 可是那個活動其實你不交冰桶也可以 你可以選擇捐款 那我就想說那我去捐款好了 那我就到那個線上捐款的頁面去看 我就發現其實他有一個資料表 就是記載了歷年大概2007年到現在 到2014年八月的時候 所有人的捐款紀錄 他列的很詳細 什麼人捐了多少錢 一筆一筆列出來 我就想說那我可以來統計一下 因為那時候剛好已經到台灣幾天來了 他就有在說這件事 大家現在只是在炒作 明星都利用這個話題來曝光等等 那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就利用爬資料 我用no.js寫一個簡單的那個 然後把資料爬下來 然後就做四句話 那四句話其實就很簡單 就一張線圖就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大概就是一條線 然後上面一線簡單描述 但他獲得1.2萬的分享跟贈 那他在講什麼 他在講說冰痛挑戰的那個 線上信用卡捐款的紀錄 從大概2006年的12月開始有紀錄開始 一直到2014年的8月 這邊是一條水平的線 稍微有點波動到這邊 一波人就砰跑上來這邊 這邊大概是8月的1月 8月的1號2號3號3天加起來 佔了整個捐款紀錄的70% 所以3天就佔了你大概8年 七八年來的捐款紀錄的70% 那我就簡單一句話 從2007年起 捐款總金額652萬 8月單月截至今日可能就禮拜 就是8月3號 然後總計460萬 佔了總金額70.6% 下圖是XO時間 Y總是金額這樣 那光是這個點 這個點就是所謂的行為點 你就不需要太華麗的圖表 你就直接把這件事講出來 然後給他一張圖說 你看這個圖就這麼震撼 然後就獲得了大概1.2萬個分享這樣 那這個東西換算出的油量 可能就是帶來一個網站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 則是在高雄市的那個 氣包事件的時候 有那個網路上有人去政府內部 挖了資料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把它數位化 那我就看到 既然要數位化 我們就來疊一下Google Live 把它疊上去 然後按照不一樣的管線 像什麼亞聚管線 融化管線 除了不一樣顏色 按按鈕可以開關 所以這可能是中油管線 你就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這個東西 我就是這樣做10個畫照 然後丟到網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它造成了 5.4萬個分享 那我相信流量應該就是 前面剛剛那個流量的5倍 因為類似的網站 大概會有一個類似的效應 因為我會說 大概是因為我這個沒有追蹤 那流量數量這樣 OK 那我其實又把圖表畫出來 左邊 右邊那個是估計 大概有這樣倍數的呈現 然後左邊那邊 看不太到的是 我們另外做的一個數位專題 它也是一個類似媒體報道 然後利用新媒體的方式 來呈現的報道 然後它有量是那樣子這樣 OK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很多 比方說臨時政府官網 我們那時候有做過說 它動線的數量 用你的人大小來表現 所以說像臨時政府官網 這個專案 可能大家一起開發 因為開發原始碼 所以有22個人 像我在這邊 這另外一個我學弟 然後這邊有其他人 我們用人來代表一個貢獻者 然後大小代表他貢獻的數量 那這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有些人貢獻比較多 有些人貢獻比較少 可是 同樣的另外一張圖 這邊就有個特別大 你可以看到說 銅點這個例子來講 AU就是最大的 那個 躺空最大 然後其他人就渺小這樣 那像這樣視覺上的反差 因為透過視覺化的時候 把事情寫出來 所以你就會看到一個 令人印象深刻的圖 像我這張圖 我一做出來之後 之後每次提到這種 類似的話題的時候 大家就會講到這張圖 說你記得那張圖 有人直接來一張圖 這樣 OK 那還很多 比如說銅秀杜最近說要選市長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視覺化 不是選市長 選總統 對不起 他說要選總統 我們就來做一下視覺化 我們就用人物關係圖的方式來做 人物關係圖就是一個人的頭像文 跟他名字 跟另外一個人有關係 什麼關係寫在這邊前方式 所以這張圖看到什麼 洪秀柱 我這個資料是從新聞撈出來的 就搜尋洪秀柱 要看一下他有哪些新聞 他揭露了陳瑞典的祕障 然後他跟辦公室主任伴遊 抱了蘇振興的大腿 對無親機把他飆 然後抓劉淑芬的奶 然後賀赤包是誰 嫁給沒有人 對生命之嘔吐 這張圖是事實 我沒有造謠 好 應該還有一個是什麼 開水的等等 碰批 不知道誰 陳薇婷 他訓斥陳薇婷 然後指稱馬面是兇手 然後他又槍擊連勝文 然後連勝文就 我要去拿 OK 張圖最後會連到那個 蔣介石跟 呃 毛澤東 不管了 那是搞笑的用法 OK 那同樣的這邊還有張圖 叫做那個癌症的 呃 就診率 我們那時候去衛服部撈這個資料出來 想說癌症這個東西應該可以 所以我們就撈一下資料 然後就去看 因為他那時候有什麼 就診人數這個表 他有各種疾病的就診人數 其中一個是癌血病 然後我們一開始做這個細節畫質 想說 那就給大家看看就好啦 然後他可能只是一個 漸層慢慢的變大的一個方式 我們畫出一個泡泡圖用圈圈 圈圈表示他的就診比例 然後呢 越大就是越多人 顏色也代表 你就可以看到癌血病章圖 我們那時候再看就發現 欸這個怎麼那麼大 桃園龍潭 然後這邊是大概 X六六七倍左右 而且只有他那麼大 那我們就去聯想 欸那時候剛好有核淹索的事件 對啊龍潭 桃園是不是有個核淹索 看起來有關係喔 欸聽說桃園之前有RCA事件 就是有個快國公司來設廠 然後那個廢料洩漏 然後那個員工的得癌症這樣 OK 那我們一開始是以為這個數字是那個罹患率 我們還搞錯了 發現它是就診率 可來不及了 還沒改之前蘋果日報就拿去轉貼 然後就上新聞 然後他們還打電話去微服部確認 然後微服部就說 我們沒有癌症罹患率這個資料 我們從來沒有 後來我們就把它改就診 趕快改回來 這張圖一開始也是瘋傳 但基本上這件事會通常就是因為 它的資訊力量非常強大 而且這個視覺效果非常震撼 因為你就看到桃園龍潭一個那麼大一個 在那邊 一眼就看到它 你大概就不會忘記它了這樣 OK 那但是 衛服部說 他們沒有罹患率的資料 其實也是錯的 因為我們後來就找到一個 癌症的那個 資料庫 然後我們就把資料也統統統撈出來 那時候真的是被了一般工夫喔 做的張圖 OK 那個資料庫它需要 每一個 它有很多資料 就是 第一個就是各種癌症 各種癌症在各個鄉鎮 在各個鄉鎮的各個年度 它的罹患數字 人數有多少 所以說也許像是 新北市的淡水區 可能2011年就一個數字 2010年就一個數字 那你要撈出這些資料 你要怎麼做 你如果是在那個網站上操作的話 你要按期待滑鼠 然後取得一筆資料 我們都知道大概 全台灣有三百多個鄉鎮嘛 然後呢 有多少年 也許就20年好了 那就6000 然後呢 然後還有大概20種癌症 大概就 十二萬 要按十二萬才能欺效的話 大概是一百萬值 然後基本上要請 一排公讀師 每天就在那邊點畫書 然後如果手搜尋 要砍一下換人 這樣 然後我們就用爬資料的方式爬下海 然後就把它自己畫 把它畫在台灣地圖上面 然後是一個動態的界面 它可以從大約1990年 跑到2011年 然後這個東西會是一個樂圖 綠色就是比較少人裏換 紅色就是比較多人裏換 我們同時呈現人數跟比例 比例就是出於那個鄉鎮的人數 但是出綠 因為其實年輕人跟老年人的那個地方 應該不太一樣 我們並沒有做這個normalize 基本上讓我們看個趨勢 那這張圖 光看的話你可以看到左下角 那大概是在那個嘉義布袋那一帶 那一帶一直有那個深的問題 就是黑腳冰的問題 那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比方說我們做那個前陣子 4月20號的時候發生了 規模6.3的地震 那時候我在7樓那個 聊得真的也蠻大 然後過了一個小時 立刻做了一個叫做 災害型地震視覺畫的東西出來 給大家去看 那它是基本上是一個地圖 然後把台灣歷年來的那個 災害型地震 用它的傷亡人數做它 泡泡全圓大廈 然後中心點就是發生地震的地方 然後照那個年代 會一個一個抱出來這樣 那另外一個則是在水庫限水的時候 我們做了那個水庫的那個水量的4個畫 這是水位的變化 然後像是這個例子 則是在前陣子爆出那個 英國蘭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農藥紅茶的事件 然後我們就把另外一個 之前在台大新聞所學生做的一個專題 把它丟出來看 它會利用那個世界地圖的方式呈現 告訴你台灣的茶葉都來自哪邊 或者是你都出過到哪邊去 那這個專題 當然視覺化一開始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看故事 看新聞點 你什麼時候爆出來會有效果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 他們其實是課程專題 那時候做的時候 題目是有點乾 大家不太關心茶葉哪裡來哪裡去 所以做完這個也許就放著 放了好一陣子 後來這議題爆出來 我們一刻就把這個東西提出來給大家看 馬上也是造成一股話題性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麼多 其實重點就是在於說 視覺化這件事情本身 我們一開始有看到說 你可以其實是比起一般很乾的文字 或者是簡單的圖片來講 是有一個可以讓我們更有印象的效果 那同樣的故事這一點還是很重要 你就算一個很華麗的圖 你缺乏的故事你就會比較薄弱 比方說你今天只是呈現簡單的數據出來 所以就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設計跟故事的部分 當然資料也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視覺化這件事情 我這邊寫的是新聞視覺化 我覺得這可能是脫不了關係的 Anyway 有三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就是資料 我們要去爬的資料 我們要去取的資料 比方說像是我剛剛講的癌症資料 把它爬出來 我們這樣下來你可以秀 那接下來就是設計 我們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呈現它 然後說用個長條圖 用個線圖 或是用個台灣地圖 我們去呈現 那就是設計的部分 當你做到這條點的時候 你可以是一個研究型的資料化 讓大家可以自己去玩 比方說一個介面 你可以選 你可以看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時候 這個東西 還沒有所謂的新聞點 所以可能會像是 剛剛我講的查驗的問題 你必須會去關心查驗 直到新聞發生的時候 你才會去關心 所以另外一個面相 就是故事這個部分 你什麼樣的資料值得大家去看 我們拿到一個資料之後 裡頭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比方說政治現金的數據 它裡頭可能會有不一樣 然後異常的數據 我們就可以去分析 得到故事之後 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像我剛剛的方式 用一個簡單的視覺化呈現 或是適當的呈現方式 配合一段敘事 你就可以做出敘事性的視覺化 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這樣 那當你這三點都做到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棒的視覺化 所以這是我認為的 視覺化的三個要素 除了做這種行銷 或是傳播的用途之外 我們剛剛講說 讓更多的理解 更多人可以看到這件事之外 視覺化你也可以應用在 對自己分析資料的時候使用 這邊有一個專題 是我們之前 跟台北的新聞議論壇合作 在選舉前做的一個專題 它叫做 你長事務知多少 最熟悉的陌生人 它基本上就是想要在選舉之前 讓大家對理長更了解 透過這個方式去關心 關心那個政治議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專題 大概長什麼樣 它基本上是一個問答式的 互動式的那個專案 那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有一個開場動畫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會是一連串的問題 再問你一些關於里長的問題 比方說第一個問題是 台灣的里長性別比男跟女的比例是多少 大家要不要猜一看是多少 覺得是2比1的請舉手 那覺得是4比1的請舉手 那覺得是1比1的請舉手 那覺得是6比1的請舉手 那覺得是6比1的請舉手 不好玩 大家都答對了 OK 那這樣的問題 我們就會搭配一些 相關的描述 以及一個簡單的視覺呈現 描述男性跟女性的比例 還有我們會統計大家的回答 然後寄到網路的Web上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你的回答是橫線這個 大家的回答平均都在這邊 OK 那比方說 接下來大概就會有6期問題 像這個是里長的平均年齡 我想大概是55歲吧 OK 那沒有錯 這邊就會有另外一個Histogram 好 表現資料給你看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也不錯 大家來猜看 林長 哪個黨林長比較多 我們來猜看 國民黨的請舉手 OK 大家覺得國民黨比較多 那民進黨的呢 親民黨的有沒有要舉手 好 五黨籍 五黨籍有沒有要舉手 OK 大家說國民黨籍 結果答案是 答案是五黨籍 OK 那你可以看到說你的主流 你的選擇跟主流選擇是一樣的 OK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它是一個問答的方式 讓你發現 因為原來的答案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去呈現資料 然後這其實跟視覺化也是有點關係 但是我們主要用到視覺化的地方 其實是在研究這個專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一開始拿到中選會的里長資料 我們做什麼事 第一件事我們就是把里長的年齡 應該是包含以前聲音參選過 跟當選的里長的年齡 畫出來 用一個黑色管畫出來 從1921年 這邊應該是1986年吧 一個是黑色管出來之後 長大奮富 然後終點大概在這邊 1955年 大概就是五六十歲左右 然後你從這樣圖 也可以看出一些事 就是原來里長年紀都滿大的 第二就是說 有人九十歲了 還是當里長 第三個就是說 有人比我們都還小 小 大概還不到三十歲 以後直接當里長 OK 那這個圖 我們在沒有畫出來之前 你會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不管是專題做 做評估的事學都好 你在一開始拿到資料的時候 先用簡單的事學畫 我們做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你也許畫這張圖 花不了多少時間 我是用一個叫chart.j 畫的 就把資料餵給他 然後我扣下 大概十行 大概五分鐘 可以畫出來 那就不出口 我們就知道這個分布 同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比方說我們利用 台灣的地理形狀 然後搭配資料 丟上去來看 他的一些現象 不過就想要說 資料在解讀的時候 就算用視覺畫 你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些 他的內涵 就像我剛剛講的 故事性這個東西 其實相對很難的 尤其是對我們公司來講 OK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圖 我直接還用上半部 但你大概看得出來 這個是性別分布 藍色是男性 紅色是女性 年齡分布 這是一個樂圖 綠色是年輕 然後紅色是老 紅色可能就是中間這樣 然後政黨分布就是 所以大家只要綠色就有民進黨 紅色五黨很急這樣 藍色就有國民黨 原本我們可能是想 不過可以看到一些趨勢 好像說也許 住在海邊的人都是女生 因為女生管很大 或者是政黨分布 國民黨已經退守山區 準備要撤退國土了 所以都在山區這樣 不過其實趨勢並沒有看得很明顯 也許是這邊可能山區比較年輕一點 然後這邊偏向比較偏向山區 OK 但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而且這樣不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地理形狀跟對應的人口處 不一定是一致的 我們現在是用一個精確的台灣形狀來畫 比方說這邊可能有個村 它就那麼大一塊 可是裡頭可能只有一百個人 這邊可能台北市的大安區 那麼小一塊 它有幾十萬個人這樣 所以這個圖可能沒有辦法明顯的 看出一個很正確的東西來 但是我們只要知道這一點 視覺化在你一開始做資料研究的時候 也是有幫助 那剛剛當圖就是沒有幫助 因為你看不到東西 我們還做了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像這個是把各個鄉鎮的裡頭 里長的年齡分布給畫出來 那怎麼畫就是 從左邊到右就是藍色、橘色、綠色 它是比較年輕 然後比較中年、比較老年 的一個呈現方式 那這個東西長度固定只有百分之百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像這一塊 橘色就相對比較多人 可能就是比較中年 然後像這邊可能藍色比較高 可能這個就是比較有年輕人的 那我們這樣畫出來想要了解一下 剛剛我們是看所有整個台灣的村里長分布 那現在想要看的是各個鄉鎮的村里長分布 那不過這張圖畫出來之後 我們所有的朋友都看不懂 連我自己也看不太懂 所以說有時候視覺化這樣 還是效果會不一定有 但是基本上是在做實驗 我必須再強調一點 視覺化也用它來做實驗 做資料分析這樣 這邊有另外一個例子是在做那個 我們想要去探討說 是不是比較多年輕人的鄉鎮 它的投票率比較高 因為大家都說年輕人不參政 我們就去畫 每個轟墊就是一個鄉鎮 然後橫走是投票率 從30%到90% 然後橫走則是年輕人的比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一圖畫的資料沒有什麼趨勢 我們做出這個圖沒有用的 基本上這是一個挫折的階段 你從這個拿到資料 開始做研究 利用視覺化的方式 你有時候會有inside 就像前面那個常態分布 有時候你會拿不到inside 但是這邊有個重點 你必須要很快的把東西做出來 立刻得到一些結果 然後往下一步去邁進這樣 OK 那 我剛剛不講的東西 可以上面還是剩幾個點 我這次在另外一本書 叫做新聞 資料新聞學手冊裡頭有提到的 大概有六個點 你怎麼樣利用 資料 視覺化的方式來幫你 找到資料裡頭的inside 第一個就是使用小的 small visualization to orient your direction 就我剛剛講的 你要很快的拿到資料之後 做一些可能的視覺化出來 你馬上可能就可以看到 做一些趨勢 這樣就是它的年紀分布 大概都是在1955年中間 然後一個常態分布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從不一樣的面向去看資料 以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從一個不一樣的角度 我們原本就是想說村里長的結構 但是這邊實在是看說 城鎮跟 年輕人跟選舉 它的結構可能又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也許你看不到結果 但是從不一樣的面向切入 去看這個資料 第三個就是你不要去假設 這個資料的內容是什麼 所謂的不要假設是什麼 就是說你看到這邊 83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張圖是在 晃華台北市的監視器的位置 然後我們用class的方式 這83就顯示 這一帶有83個監視器 可以嗎 那這邊有141 172 可以看到 陳皇廟附近可能 搶他比較嚴重 有396 這邊怎麼有3800 剛剛這在山上 這什麼地方 文堅山 這邊是建坦山 內湖這邊 怎麼會有3824個 這一點就是 我們看到這邊 你就會想說 那這邊應該是因為 它監視器就這麼多 這當然是錯了 你千萬不要假設任何字 你要去理解它 可能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你要去分析它 那實際上這東西是什麼問題 我們拿到資料的時候 監視器給資料 它是什麼給 它給你地址 它給你什麼地址 譬如說 成功路一段371號 路口對面的冰糖灘上面 那這個東西你拿去做geocode 比方說Google Map的geocode 你就會拿到錯誤的經緯度 我們那時候就利用一個 我現在已經不太記得 是哪個網站做geocoding的網站 你可以把所有地址貼上去 它一個網站有一個 text area 你可以貼進去 然後按 我要按 產生緯度 它就幫你產生 但是 它放到剛剛那種例子 比方說什麼 水管斜對面的樓上的那個地方 放到這種無法解讀的例子 它就會給你這個位置 所以 其實這個資料 告訴我們是 有3824個資料 它弄不得 絕對不是 那邊有3824筆 的監視器在那邊 所以 看到資料 你千萬不要假設它 應該是沒有錯 你要去理解它 到底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在做視覺化的時候 OK 然後另外一個則是 不要太過度精確了 我剛剛講的是 你不要太隨便 現在講的是不要太精確 什麼叫不要太精確 你在做視覺化的時候 然後 有些地方你就不用那麼講究 就像我剛剛講 你要快 你要趕快把資料 先看過一遍再說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 我剛剛講 這是藍色是男性 紅色是女性 那這個是一個存體結構 在男性女性上舉 那黑色是什麼 該不會是變性人 當然不是 這是因為我們利用的資料 是來自政府的資料 政府給的那個 鄉鎮的邊界圖 那鄉鎮邊界圖 我們怎麼識別它是哪個鄉鎮 它有寫名字 平常說什麼 它可以是大恩區 那同樣的 我們拿到的那個 中選會的領長資料 它會這樣寫 它會寫什麼 它可以是大恩區 但是這兩個資料 不一定match的起來 舉個例子 山峰的峰 有個山字旁嘛 它可以在左邊 也可以在上面 可是call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用程式去match的時候 你就會match錯 你就match不到 這邊就有一些例子 這只是其中一種狀況 還有一些狀況 平常說它是 異體字 不是異體字 其實那種 畢古沒有的字 它就造字 造字 就變奇怪的call unicall轉過去就爛掉 這也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改字 比如說台北 現變新北市 那你就爛掉 有一些是鄉鎮 村裡會 會合併 有些村裡會刪掉 你就找不到 所以資料的時間是一個問題 像我們拿到的資料 可能是2010年的 但是我們拿到 中小會的資料 可能是2012 或2014年的 match不起來 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太在意這個 精確度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階段 是要趕快得到 資料的insight 我們想要知道的 是不是 女生都躲在海邊 其實不是嘛 我們原來不需要 這些東西都畫出來 我們就知道 女生沒有在海邊 只有我們看過出一些趨勢來 所以我們不需要 趕快去修正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我們就不需要再看了 OK 那第五個就是 你建立資料的時間軸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工具 像這個是一個叫 Pineline 0 ZX工具 它可以把一些事件 時間軸排起來 你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insight 然後第六個就是 跟design的多討論 因為我們身為寫酷的人 有些呈現方式 你可能會想不到 那這時候跟不同文具 哪一集到 你可以看到更多東西 OK 那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大致上都是 在這本書裡頭可以看到的 叫做資料新聞選手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個人其實有經營一個 部落格跟同事團 在講資料系列化的內容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你如果搜尋資料系列化 第一筆跟第二筆 應該都是這個部落格的內容這樣 OK 好 那我喝個水 OK 那我剛剛講的部分 大概第一個就是 如何利用資料 快速得讓人 吸收東西 這是傳播效率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資料的固執性 你必須要有一個爆點 這是讓人 會想去看這些東西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你怎麼樣利用資料化 幫助你理解資料 這是自身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想要講的是 視覺化本身的問題 就是你在做視覺化的時候 你可能會碰到的 不該犯的錯誤 或者是視覺化本身 帶來的一些隱憂 OK 那以張圖來看 我們先從張圖講起來 它是一個PyChart 圓餅圖 那張圖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沒有人 有興趣回答看看呢 你們可以找出多少個問題 好 請說 加起來不是100% OK 好 加起來不是100% 加起來是多少 193% 那其實把這個PyChart 搞不好還可以用 OK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你們要再回答看看 OK 那它其實 恩 它還用了一個技巧 就是立體的圓餅圖 那這個圓餅圖 其實會造成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你們每一個圓餅圖 呈現比例 你把它變立體 立體的話 你會感覺這個視覺上比較前面 那實際上 它會變大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說 70%比一個 10%還小 視覺上 你就會又好 所以如果 你今天再把那個器 寫小一點 那會變怎麼樣 它會有些問題在 OK 所以 這是第一點 就是圓餅圖 你至少加起來 然後你不要用3D圓餅圖 好 那圓餅圖 還有其他問題 比方說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實在太多資料 我們來做圓餅圖 全都放進去 你就變這樣 基本上這張圖沒什麼意義 你可能還是有一些意義 比方說 California大概是這樣 我知道 那又怎麼樣 這邊實在太多資料 你根本看不到什麼東西 太多資料的時候 你不要用這樣的工具 OK 那接下來呢 如果今天適合 我不要太多資料 我兩張比好了 你要比這樣資料的時候 你也不要用這樣的工具 比方說這邊有八個 你要去比較他們的比例 有點頭痛 以這個例子來看 這是在一個課堂上做問卷調查 首先是在左邊上課之前問一下 你覺得科學怎麼樣 然後就分成五種不同的 覺得很刺激 覺得有興趣 覺得還好 覺得不有趣 覺得很無聊 分五種 它應該是有排過去的 OK 無聊 不有趣 還好 有興趣很刺激 這樣 然後課前 某個上課前做一下 上課之後再做一下 這個圓餅怎麼變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變很大 但是 以圓餅圖來看 你可以慢慢去比較 但是你其實 我覺得 有點困難去理解說 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你只能看到說 越來越多人有興趣 好棒 但實際上是這樣嗎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圖 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呈現 你把這個圓餅圖 用一個堆疊的長條圖 百分之百的長條圖來看 OK 那下面 你再照不同的類型去分類 比方說 有興趣的藍色 覺得還好的就黑色 覺得無聊的就黑色 三個顏色去分類之後 畫成這兩張圖 before after OK 那首先就是有興趣的人 的確變多了 但是 OK的人變少了 那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覺得無聊的人 還變多了一點點 剛剛這個圓餅圖 你基本上看不太出來 除非你真的去算那個數字 但是這張圖讓你目瞭解 所以說選錯了圖表的話 你會降低你的傳遞的資料 傳達的效率 這個效率比較低 這個效率相對比較高 而且它告訴你比較多資訊 第一個就是說 這張圖表實際上 更多的人覺得無聊 但是它把一些覺得還不錯的人 變成覺得有趣 大概是這樣的資訊 那原本的圓餅圖 其實是秀不出來的 那像那樣的圖 我們就可以看 那個堆疊的長條圖 要看走勢就相對比較容易 OK 那還有一種類型的圖表 是那個容積圖 泡泡土 面積圖 或是容積圖 以這個圖圖為例來講 好了 這邊有四種人 然後一種designer 一種是JAR develop的designer 然後一種是前端 前端的開發者 還有一種是UX designer 然後他用這個方塊 來表現他們數量 可是光看這個方塊 你也看得出來他們是幾比幾 這個跟那個是幾比幾 你覺得是幾比幾 4比1 4比1請舉手 那2比1呢 我們要上2比1 OK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邊有三個維度 所以是3 4比1 所以我看應該至少有8比1之類的 但是 以細覺上來看 你可能不會覺得它是8比1 如果你沒有一個陰影 你甚至會覺得是4比1 OK 那不光只是立體的會這樣 一般的平面的 泡泡土也是會這樣 以這個圖為例 它是在描述 無約定忘記的描述什麼 種族跟犯罪的關係 紅色是犯罪人的比例 種族關係 無約定忘記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好了 這個東西的比例是怎麼樣 比方說 這兩個圖 我們如果不看數字的話 我們應該用一張圖 其實插掉數字 好不管 紅色跟藍色的比例 你覺得是多少 這張圖其實有不少錯誤 嗯 其實我看過數字的比例 那以這個數字來看應該是5比1 那你覺得這個圈圈大小是5比1嗎 它第一個錯誤就是它用半徑 它用半徑直接來描述數字 那會使得說實際上視覺效果會變成平方倍 本來是1比2的數字 你畫出來就變1比4 對 那用胖胖的圖針是最常見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實際上要去比掉數字還是不容易 想說就算這個數字 假設改一下對 好了 你還是無法容易看得出來 這個藍色跟黃色的比例是多少 我其實真的算出來 我猜這兩個可能是1比2 那這個呢 1、2、3、4 OK 它的直徑是4倍 所以 所以它 它的面積是16倍 所以那個應該是1比16 那基本上很不容易看 但是這時候你簡單的畫一線圖就很明顯 對不對 比方說這個數字 那你大概看一下1比4 應該差不多玩1、2、3、4 那這兩個就很接近啊 那這個東西就差不少倍 用一個線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樣的東西 你就不要用圓米圖 圓米圖 你就不要用泡泡圖 那泡泡圖什麼時候用 那它可能會有它的時機 但是大概不會是這個時機 這是剛剛那個國科會的數據 國科會的計畫的補助金額 我們也是從國科會網站上把它砍下來 砍下來之後 各個大學也是加總 然後就做 有人就說泡泡圖 用泡泡來表示它的大小 但是因為實在太多了 你可以看到1、2、3、4、5 一直到10然後20 這個表其實還有好幾頁 大概會到這個位置來 可能都還不夠 那這樣的數據 就把它是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那我們還是可以把泡泡圖 來畫這樣的東西 那怎麼做 把它變成平面的 OK 那這樣當然你會比較 弄回去比較大小 像我剛剛講的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比例 跟絕對值 那你實際上你要看一個相對的數據 你就是成功大學就是比較大 我一眼就看得出來 那剛剛那樣的圖 我絕對看不出來 就算我畫成長條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同樣成功大學 台灣大學更大 台灣大學更大 台灣大學很大喔 那還有什麼地方 中央也不小 中央研究院也不錯 很多東西就一目了然 這是一個相對的趨勢 你就用這樣的圖 就很適合來做 OK 那剛剛講的泡泡圖 這邊有另外一種類型的圖 也是很充電的圖 大家要注意 這是地圖 地圖上面做色階的呈現 然後這是一種熱圖的表現 那這會有什麼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在看台灣的地圖 就跟大家講 就是你在呈現數據的時候 有些人會是說 這個行政區 假設的 投票率是50個線 我就來畫個真紅色 投票率是20% 我就來畫個藍色 黃色好了這樣 可是這件事 並不代表說 實際上多少人去投票 不是多少人沒有投票喔 因為我想 大家應該都知道 美國中國人口相對少了 那可是這個區塊很大 那這邊呢 這邊紐約華盛頓這邊 它人口其實很多 可是你在這邊看起來 就是一丁點小弄東的 所以這一張圖 其實並沒有正確地顯示出 人口上的比例 所以你可能會被它顏色誤導 假設中間一片黃 旁邊就有小小的紅色好了 那實際上可能是 大部分的人 都是紅色的 只有少部分的紅色 那這只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畫地圖的時候 投影法也會有影響 我們現在常見 麥卡托的投影法 畫出這樣的地圖 那它實際上會讓 那非洲比格林曼還小 可是實際上 格林曼應該是比它 小個十來倍吧 我有點忘記了 而且非洲應該是台灣 全地球最大的 周版 那看起來 亞洲好像也還大 我記得 美國好像是可以塞到 這個地方哪 OK Anyway 投影法也會造成影響 所以說你在畫地圖式的畫 尤其是需要讓人家去比較的時候 這裡必須要去注意 OK 剛剛也許大家講的都可以忘記 但你塞機都張不了 這是一個比較的一個軸 越左邊上面的就是 越需要精確 越需要絕對比較的時候用 越右邊下面的時候 大概就是 你需要一個縱觀 你需要一個相對 或者是一個概念性的比較的時候 就用右下角的 我們來看有哪些 第一種就是像是長條那種 Position 第二種 它是一個Position 但是它可能有位置變換 第三個是長度 再來是角度 這是方向 再來是角度 再來是角度 然後再來就出現面積跟 這個體積圖 曲率圖 Sharing 跟Situation 這是它的亮度跟它的滑度 OK 所以大概是像記住這樣的趨勢 我們在地圖上要呈現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 因為地圖本身其實要呈現完整的資訊 比較困難 你可以用了圖來畫 但是要記住面積比例